是針對於上一次我們時代力量所提出的這個提案 在會議當中趙偉並沒有幫我們做處理 好那這個部分呢後來有說 因為這個我們黨團 以及我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就有一名的一個成員 所以不予處理我們的提案 那針對於立法院的這個議事規則的第59條 這個59條有講說 以黨團提案並不授予這個連鎖的建議 但是呢可能上週的這個趙偉的意見是認為說 這個呢要用57條去排除59條 但是我們議事規則並不是法律 這一條請大家看清楚 它是除了法律要除法律以外 所以這個是我們提出來的第一件 所以這希望我主席等一下可以做處理 第二件的部分就是 7月6號7月6號內政委員會 也有黨團提出的一個提案 也是只有一位委員的一個署名 一個簽名 那為什麼在內政委員會就可以處理 在未完委員會就不能處理 這件事情我是要嚴重提出來質疑 我們一直在說要尊重少數要尊重少數 但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排除少數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要嚴正抗議 再來第三個部分就是針對於第四次的一個會議的部分 其實根本尋答就沒有開始主席就宣告了要停止尋答的部分 我們也提出這個是違反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陳曼甯委員他提出的這個附入二的一個提案 這個部分在會議當中根本就沒有處理 根本就沒有處理 那何來宣告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實在力量提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主席能夠針對這幾個問題來做處理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一鳴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 我想上禮拜10月27號對立法院來講 是一個黑暗的日子 也是一個令台灣的民主層歷史蒙層的人